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昨天宣布 总统文在寅派遣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一荣 率领特使团于本周三再次访问朝鲜 将与朝方就计划于本月举行的 韩朝首脑平壤会晤进行讨论 并商定会晤具体时间和议题 目前还不确定特使团此行 是否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青瓦台日前表示 在目前朝美关系停滞不前的情况下 文在寅与金正恩的再次会晤 将有助于解决朝鲜半岛面临